哈喽哈喽,好久不见,大家最近好不好啊? 我很久没有真正心心的坐在这里录视频了 最近我都是在忙着上芬兰尔课 虽然说我们这边的那个T1政府安排的那个研课取消了 但是我自己就是去报了一个公民学院里面的研班 然后就去那边上芬兰课 然后我就是在学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教材特别好 如果你们想要提前学习的话 可以去买这本教材来学 非常的循序渐进 非常的推荐你们自学 好了,讲完这个我们讲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个话题吧 就是关于续签的一个问题 因为前几天嘛 上个星期我就去坦佩蕾 坦佩雷 我就去坦佩蕾那边去办了一个续签手续 也有朋友留言 他说为什么要去办续签呢 是这样子的 因为呢 留学生他本人是可以拿到四年的签的 但是如果是家属的话 他都是给一年的 所以你在到期的提前半年就可以去办续签了 像我们的话是8月份到期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办续签 然后他续签的手续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我们去登录他那个官方的网站 然后在上面闲折一下 在上面找到你对应的续签的一个类型 像我们的话是属于家庭签 如果你是工作签的话 你就选那个工作签就可以了 然后续签工作签的话 有一个关系表 它上面有表格的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资金证明 还有一个拍照 照片的话 它是要求是在半年内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在芬兰这边拍照 我上一次就去了一个自助拍照点 然后我是在那个拍照点拍的 它是9.9欧拍一次 然后我就自己拍 我觉得蛮好的 如果是在照相馆拍的话 它是14.9欧一次一个人 拍完之后他就会给你一个那个照片提起 我们就在那个系统申请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那个照片提起码填进去就OK了 就还是蛮简单的 他没有说比第一次你去签的时候 那个流程简化超级多的 但是就是说 他可能有些会需要再次面签的 他填完资料之后 提交完之后呢 他就会马上一分钟之内 就会谈出一个结果 就会告诉你 你是否需要去办理一个面签 像我的话 因为他去年签的时候就没有路指纹 然后我提交完资料之后 我提交完资料之后 他就马上就谈出来说 我是不需要去面签的 我也不需要去面签的 如果我提前面签时间 如果我提前面签时间 那么我就要把面签时间取消掉 因为他不要求我去面签 像我孩子的话 因为他去年签的时候就没有路指纹 所以他今年他就要去面签 我也不知道他的逻辑在哪里 就是我不需要面签 但是我孩子需要面签 最后我们还是去跑了一趟 但是我孩子面签的话 签证官什么都没有问 他就是给他录了指纹 然后问他会不会签名 然后因为那个基留卡上面有个名字 他如果会的话可以自己签上 我孩子就签上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问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 他做父母的那个基留卡护照 然后就结束了 非常的简单 但是他也不是当场就出签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提交了大概半个月了 我们还没有等到下午 所以呢如果你只是不需要面签 你只是要网上提交完资料就可以了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问到说那个资金证明 资金的话我们是按照他官方要求的金额来准备的 像我们家的话是两个人嘛 我跟我儿子我就准备两个人的一个资金证明就可以了 我们是用芬兰本地这边的银行 所以我们也没有去银行里面开这个证明 我们直接就用了一个收集上APP 收集上APP的截图 我们是直接截图 然后上传进去的 然后操作是非常的简单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操作起来难度不大的 就是他的年限的话 我们家属申请人的时间是不可以超过主申请人的时间 因为主申请人他四年 已经过去一年 已经给了一年 然后就减掉一年 然后最多就是三年 我们现在也还没有拿到那个下签的一个通知 我们也还在等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下签 那签完之后呢 他一般就是直接给你邮寄 给你寄到你家来 所以那个卡我们也不需要去哪里领取 我觉得还是蛮方便蛮简单的 好了 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我的话 可以留言起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喜欢听我唠一些关于芬兰的东西的话 也可以订阅关注我 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到这里吧 拜拜